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底侠尊者他讲他邪密教的时候是跟一位拉弗拉吉多邪密教也受了灌顶 他的法号叫做知密金刚 知密金刚 知密金刚就是他邪密教的法号 那么再来呢 他什么时候出家的 他是29岁的时候出家的 阿底侠尊者是29岁出家的 还没有出家以前他邪密行 什么叫做密行 印度在古印度有两种学佛的人 一个是跟着僧团 那个叫做沙门 一种叫做密行 什么叫做密行 也就是瑜伽式 瑜伽式 他是以起时为生 起时为生 必密修行 这个叫做密行 起时为生 必密修行 他从一个王子 他是一个王子 到最后变成起时为生 秘密修行 他很喜欢起时为生 起时啊 就是跟人家化缘 他认为这样子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比当皇帝还好 比当国王还好 比有家庭还好 他不用起期 也不用生子 也没有这个地位的困扰 他居在最下层 是给人家 乞讨过日子的 起时的 瑜伽式 他很喜欢 他本来是不想出家的 愿意永远的密行 只有师尊了解 阿底侠尊者的心理 他本来是不想出家的 但是他修行到 修行到能够到佛国净土 去见释迦摩尼佛 有一次 释迦摩尼佛在设就近天 接受很多的天人的供养 他坐在法座上面 高高的坐在法座上面 旁边有很多的法座 都是大阿罗汉的法座 大阿罗汉的法座 阿底侠尊者 能够神族 一直到了 射就近天 坐在佛陀的 大阿罗汉的旁边 的一个座位上面 释迦摩尼佛 一看 所有的阿罗汉 全部都是出家众 只有几个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阿底侠尊者是没有出家的 像个乞丐一样 他也一样坐在那边很远的地方 佛陀就跟他讲 这个小子 这小子是谁 旁边的阿罗汉跟他讲 这个人啊 这是 沙婆世界的 阿底侠尊者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对着阿底侠尊者讲 你还贪念 人间什么东东啊 为什么你还不出家 你还贪念 人间什么东东 所以今天在座的 这个上师们要注意了 有头发的上师啊 我要问你一句 你还贪念人间的什么东东 这个礼 这个法 就把人间的一切 全部给他礼掉了 除非你心有千禅 你心里还有千禅 所以你要留一个头发 留一个头发 给大家看 我认为啊 光头比有头发还好看 你认为狮子不好看吗 每一个人看到师尊都会讲 爱してる 他看到有头发的 他们不讲 他们看到师尊 师尊光的头 没有头发 但是本身啊 他的心灵的光芒 就可以照耀到人间 这个阿底侠尊者 听那斯加摩尼罗佛 本身所讲的话 牢记在心 但是还是不想出家 还是没有想要出家 他有一次又到了一个地方去 看见有一个空的法座 这样子的法座 没有人坐在上面 他一看那个法座 那不是我前世的法座吗 就是阿底侠尊者前世的法座 这个时候啊 他就偷偷摸摸摸的 爬上了那个法座 屁股还没有坐下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佛 在后面 他跟阿底侠尊者讲 阿底侠 那个法座啊 是出家人的法座 你在家人是不能坐的 他很常规 要坐下来了 马上站起来 这个就坐下去 各位观众 新年快到了 您安太岁了吗 台湾雷藏寺欢迎您 生肖属猪蛇猴虎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哦 新年祈福台湾雷藏寺 欢迎您赶快报名 安太岁和光明灯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在法国呢 有一位非常发心的秀姬师姐 她一直努力的翻译 连生活佛著作的文章 现在呢 我们要赞扬她 因为她又完成了 法文版的卢盛宴文集 揭开大轮回 以及法文版开示集 宏光大成就 我们一起来互持 法文版的连生活佛著作 详情请电 有两次的给她的一个教训 后来她到了超界市 她本来要到大众部去出家 本来要到这个上座部去出家 上座部的 这个大企业尊者 那时候上座部是大企业尊者 阿难尊者 他们传承下来了 上座部的 这个和尚的王 他就问阿底下尊者 你要在上座部出家 但是我看你是密行尊者 你要不要舍掉你的密行 上座部问她的时候 她没有办法打出来 她说 我还是不舍密行 你不舍密行 你只能够在下座部出家 这是大众部 就是在大众部出家 这时候阿底侠尊者 才到了超界市 去替度 由依界父论师而出家 话名叫做 冉灯吉祥志 冉灯吉祥志 那个时候阿底侠尊者 他在佛邪上面 他已经写了很多 在密法上面 他本身也写了很多 很多的论作 他都会 像那个 我们讲的 密教的 藏密的五部大论 现光庄专言论 现光庄严论 这个 计量论 计量论 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 另外还有戒论 一个戒论 另外还有入中论 入中论 这些论 他都读过 所有的经论 他都读过 他非常的有邪论 但是呢 他在三十一岁的时候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一岁的时候 他听到 荆州大师的圣民 所以 他就从 斯里兰卡 乘船 坐着船 经过十三个月的航行 十三个月的航行 到了苏门达腊 在航行过程当中 他碰到了 大智在天 本身所降下来的 这 为难他 为难他 也就是说 变成有很大的海啸 很大的台风 斯拉米 还有斯普威音 斯普威音 跟斯拉米 整个船颠倒 颠倒过来 颠倒过去 就是阿底侠尊者 就献广大之声 献出他本身的言神 然后用脚踩着船 用索紫色印 解紫色印 只是这一条船 跟海浪 都要停止 停止这个斯拉米 停止这个 超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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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硬 截止是硬 指向虚空 这个时候这个船就平稳下来 海浪也平止 但是坐了船 那时候航海基数不是很好 他居然在13个月后 到了荆州就是苏门达纳岛 那个岛呢 苏门达纳岛 但是那个时候啊 没有什么叫做苏门达纳 没有什么叫做印尼 没有什么叫做印尼 那个时候全部都叫做荆州 有印尼的历史 总之啊 他就到了苏门达纳 就到了荆州 他从山壁那里上来了吗 好 我告诉大家啊 时尊到了山壁 到了这个阿底峡尊者 去求法的地方 那么去见那个荆州大师的时候 我到了那里 天空打雷 天啊 打雷 打雷 还有下雨 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声音吗 打雷下雨 那打雷响出来的声音啊 既然是讲着 Welcome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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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啰 Welcome吧 呼 这种声音响了出来 欢迎回来 我心里震撼了一下 怎么欢迎我回来 又闪电 又打雷 又下雨 既然有声音响 天门打开 既然有声音响 唯有看吧 大家知道阿底峡尊者 是几岁去见荆州大师 你们知道吗 有谁知道 上师们知道吗 请举手 没有人知道啊 没有人知道 我知道 三十一岁 记住了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一岁 到印尼 到詹碧 到苏门达那 三十一岁 然后他以一年的时间 游历整个苏门达那 游历整个苏门达那 所以有人讲 阿底峡尊者 没有去过波罗浮屠 有一派的讲 没有去过波罗浮屠 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利杜姆的庙 在日热的地方 没有去过日热的 这个利杜姆的庙 没有去过日热的 波罗浮屠 我告诉大家 他有一年的时间 游历了整个苏门达那 游历了整个苏门达那 他是去过的 去过这个波罗浮屠 去过了这个利杜姆的庙 他一共在 找那时候的荆州 苏门达那的荆州 一共十二年 我们可以很简单讲 他一共住在印尼 十二年 用一年的时间 去巡视了苏门达那 用十二年的时间 来学习金重大师的法 各位观众 新年快到了 您安太岁了吗 台湾雷藏寺欢迎您 生肖属猪蛇猴虎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哦 新年祈福台湾雷藏寺 欢迎您赶快报名 平安太岁和光明灯 详情请殿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在法国呢 有一位非常发心的秀姬师姐 她一直努力的翻译 联生活佛著作的文章 现在呢 我们要赞扬她 因为她又完成了 法文版的 卢盛宴文集 揭开大轮回 以及法文版开示集 宏光大成就 我们一起来互持法文版的连生活佛著作 详情请殿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当她写好了佛法以后 她又跟着航海的商人 回到了印度 那时候她任超借式的住持 她做了超借式的住持 她不只是做了超借式的住持 甚至于她在印度 是一个佛学的大家 极大成者 她的著作非常的多 她的辩论每一次都赢 在古印度的时候 只要她辩论赢了 输的人要把寺庙跟地址 全部奉献给赢的人 所以在整个印度 一百个寺庙 有八十个寺庙的住持 就是阿底侠尊者 印度的寺庙 有一百间 有八十间 都是阿底侠尊者的 因为她的本身的 跟人家的变经 也是阿底侠尊者所创出来 现在西藏 他们红黄白花都有变经 变经就是阿底侠尊者创立 他也去了西藏 他去西藏的时候 他去西藏就一直没有回来 其实他本身是很想回到印度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尼泊尔那边有战争 在尼泊尼泊尔那里有战争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到印度 所以他一直留在西藏 一直到了七十三岁 他才延吉 延吉的地方是在前藏的社堂 那他去西藏这一段 也有很多人 阿底侠辩论成果非常的好 在印度的时候成果非常的好 每一次辩论他都是赢的 他没有输过 从来没有输过 因为他是很大的写者 所以他本身也是很骄傲的 后来空心母显现 就说你要迁逼 要迁逼 还要再迁逼 这个迁逼迁逼再迁逼 也是台湾的领导人讲的 但是事实上 有没有真正的迁逼啊 没有 阿底侠辩论认为我的邪问 第一 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 但是空心母显现给他看 他拿了很多的经典 给阿底侠辩论看 阿底侠辩论一看 都是没有看过的 从此呢 他开始迁逼 再迁逼 又迁逼 那么最重要的 他跟印尼的荆州大师 写法 他航海了13个月之久 才抵达荆州 在一年中呢 他游历了苏门达腊 这个上师 这个荆州大师 也在观察他 观察了一年的时间 最后呢 两个人才见面 他写法成就的时候啊 荆州大师给他一个 他荆州大师 密场的 施迦摩尼佛的 金像 赐给他就等于 他以后就是 荆州大师的传承 这里告诉大家传承 阿底侠尊者 在还没有遇到 荆州大师以前 他是到处写法的 到处拜师写法 后来遇到了 荆州大师以后 他就以 荆州大师为 根本上师 因为他知道 荆州大师是 大成就者 所以你们 刚开始 写法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 拜很多的师父 我跟大家讲 师尊便没有说 限制你们 去拜其他的师父 你们可以去拜 其他的师父 可以走遍天涯 哪个仁波切 红黄白花 很多的人波切 有人问达赖喇嘛 你知道你 到底有多少佛佛 达赖喇嘛讲说 我没有办法算 他都没有办法知道 哪一个是佛佛 哪一个不是佛佛 总之佛佛 非常的多了 我们密教里面 很多的佛佛 一个寺庙 就一个佛佛 在西藏是这个样子 他都不知道 有多少佛佛 但是你都可以去皈依 生活中的同门 都可以去皈依 但是有一点 你要知道的 当你知道 你自己本身的师父 是最大的成就者的时候 你依止的他 你就不可以 再皈依别人 所以代表我的心 你代表我的心